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农民经商开办企业还是需要缴纳相应的税种 农业税是国家对从事农业生产 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俗称公粮 2600年前中国古代春秋时期就有关于征收农业税的最早记载 而农业税在历史上也一直是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近年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年降低 去年占各项税收的比例仅为1% 中国财政具备了取消农业税的财力条件 从2004年开始 中国已先后在28个省份开展免征农业税的试点 为取消农业税积累经验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形容 取消农业税是给农民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这让中国近8亿农民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也是中国在缩小城乡差别减轻农民负担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中央台记者赵金北京报道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8号至29号在北京举行 会议总结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 研究十一五期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全面部署了2006年农业和农村工作 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讨论稿 会议强调党的16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中国现代化建成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 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中央台记者上海报道 来自国防科工委的消息 中国月球探测一期工程取得了重大进展 绕月探测工程的首颗卫星嫦娥一号进入正样卫星研制阶段 这也标志着中国的月球探测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工程总指挥卢恩杰表示 2007年嫦娥一号卫星将在4月份前后择期发射 嫦娥工程总指挥卢恩杰发布了上述消息 工程总设计师和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都在发布现场 卢恩杰说 国防科工委已经决定嫦娥一号卫星和运载火箭进入飞行产品的生产阶段 测控发射场和地面应用系统也将进入系统集成和连事阶段 我们祖国的升空探测活动 月球探测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正样卫星就是实际要发射的卫星 这之前科研人员通过对两颗初样卫星的研制 解决了大量关键技术问题 化解了工程技术风险 为嫦娥一号设计了多级推进的奔越路线 并完成了卫星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的设计 让卫星在奔越过程中能够精确可靠的变轨 并以正确的姿态对准月球进行科学观测 针对月球昼夜温差较大的特殊环境 科研人员还通过对卫星热控能力的设计 保证星上的设备能够在外部热环境变化复杂的情况下正常工作 此外科研人员还对卫星的测控系统进行了重点设计 这样科研人员未来就能够在地面上对远在38万公里外的嫦娥一号 进行摇测和控制 我们将用一年的时间完成整形的建造和完成各种的试验工作 我们争取在明年的12月份 使我们整形整建全部系统具备实施工程发射的能力 后年07年折击发射 中国的嫦娥工程仍将以自主研发为主 但会争取国际合作 工程总指挥卫恩杰表示 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 各国联合开发太空走国际合作之路 与各方都有利 中国新闻记者万灵在北京的报道 继国航上航南航之后 春节包机新增航点厦门的机票也已经全部售出了 另外据了解国航上航南航下航的销售代理 安全保障 地面空中服务工作也进展的比较顺利 在下航两岸春节包机的一个售票点 这两天这里的工作人员比较轻松 因为飞往台湾包机的机票已经基本售完 到目前为止卖的主要是台商 学生 买一张的也有 两张的也有 还有家庭购票的也都有 2006年春节包机的搭乘对象 从台商以及眷属扩大到了其他往返两岸 持合法有效证件的台湾居民 从台北来厦门经商13年的罗宪德先生 第一次可以乘坐直航飞机回家过年 这是第一次 因为厦门是第一次 才第一次有这个航点 运行安全保障 地面空中服务工作 也进展的较为顺利 中央台报道 在中国电影迎来百年华旦之际 中国电影博物馆全面竣工 今天在那里举行了中国电影诞生 一百周年大型主题展览 中国电影博物馆是集博览 展映 观摩 交流科研娱乐与一体的 大型现代化电影文化设施 整个博物馆占地52亩 总建筑面积近38000平方米 共有21个展厅 五个电影放映厅 其中一个放映厅为目前中国最大的 巨木电影放映厅 作为中国电影的标志性建筑 电影博物馆开馆一时 隆重推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 一百周年展览 百年历程 世纪辉煌 博物馆在较短的时间内 征集到的6000多件珍贵的电影文物和展品 反映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 和新中国电影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央台记者报道 大吸引力和感染力 要把青少年工的活动和学校教育 课程设置有机结合起来 把指导性与趣味性 知识性 科学性结合起来 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青少年课外活动阵地建设 为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创造更好 王兆国 刘云山 贺国强 徐才厚 何勇等也参观了展览 据了解 迄今为止 我国已有各级各类青少年工近6000家 直接从业人员达到十几万人 初步形成了遍布全国大中城市的青少年校外教育和活动网络 初步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庞大的青少年社会教育平台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广大建设者依靠科技 攻克了一个个世界高原铁路建设难关 截止到今天 青藏铁路全线路基 隧道 乔汉等 32项线下重点工程已经基本完成 33处动物通道已全部建成并发挥作用 截止到今天 青藏铁路正线铺轨1070公里 10月中旬将到达终点拉萨车站 青藏铁路西藏段铺下项目部经理李洋 曾参加过大秦铁路 京九铁路 南昆铁路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 但在海拔4700多米的雪域高原铺轨架桥 它和铺轨机都是第一次 刚开铺的时候发现了非常多的问题 比方说有时候轨排掉到半空中 落不下来了 有时候掉到掉到钢绳松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故障呢 李洋和工友们请来技术专家 对铺架机进行全方位的仔细研究和反复实验 高原缺氧和低温是造成铺架机不工作的主要原因 必须对铺架机进行适应高原环境的技术改造 他们将三轴100千码的电机改为四轴230千码 同时对液压支动等设备进行了改造 以后的这个铺架一直都比较顺利 我们最高的记录一天铺轨过8.1公里 加粮一天我们加了13桶粮 李洋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 他和工友们参加青藏铁路建设 相当于读了两年的研究生 创造和积累的成果和经验是世界一流的 技术的提升成为青藏铁路建设的助推器 今年8月24号青藏铁路铺轨顺利通过海拔 5072米的唐古拉山 改写了世界铁路最高点的历史 361处优质样满工程成为雪域高原上亮丽的风景线 西藏有世界上最深的峡谷 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 更有世界之巅美誉的珠穆拉玛峰 精心维系珍贵的生态 精心保护不可再生的资源 精心贯穿了西藏发展的40年 距离拉萨200多公里的纳穆错湖 被西藏人称为天湖 8月进入纳穆错湖的旅游旺季 可是通向湖边的当纳公路改扩建工程还没有完工 环保干部庄鸿翔有些焦虑 他担心粗心的游客很可能把路两旁的草皮给踩坏了 还没建好的路两旁怎么会有这么多草皮呢 施工人员告诉我们 这是为了减少修路对植被的破坏而制定的特殊方案 在修路的过程中把路基上的植被移植到一旁养护 等施工完后再恢复原来的地貌 人们认为这是天湖这是盛湖 大家都要来观赏 所以我们就认为呢 我们应该在保护中开发 在开发中保护 本着这么一个原则 对这个地方呢进行合理的开发 吴新生是在西藏自治区发改委工作了20多年的干部 他清楚的记得 40年来国家对西藏的每一批投资项目 无不经过精心的筛选 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前夕 自治区一口气编制出499个项目 承报给中央进行评估 其中一个年产20万吨的水泥生产线项目 引起了大家的争议 当时水泥上这一发 他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 这条生产线一散 经济效益立即写写出来 一年增加1500万元的税收 这对西藏当时每年不到4亿元的税收总额来说 是个不小的诱惑 但国家纪委和自治区环保局两家部门 坚决的投了否决票 公司的就是严格按照国家的 这个环境评价的一个要求 如果达不到这个环境评价要求的项目 我们一概不能批准上马 经过讨论 会议一致通过对这个水泥项目 实行环保一票否决 最终499个上报项目被删减为117个 凡是有可能破坏污染环境的都被坚决否定 取而代之的 使拉鲁湿地保护 雅鲁藏布江两岸绿化等生态建设项目纷纷上马 40年来西藏相继建成80余个自然保护区 面积占全区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40年来西藏没有任何物种遭到灭绝 生物种类不断丰富 40年来西藏经济增长了65倍 但江河湖泊大多仍处于原生状态 变了的是西藏人的生活 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普遍关注的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能源生产国 第五大原油生产国 目前我国的能源自给率为94% 对外依存度仅为6% 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自给率只有70% 要高出20多个百分点 对于2004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 有人把原因归结为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原油消费增长的观点 张国宝表示 这种认识并未准确反映出国际能源市场的状况 虽然原油价格一直在震荡中攀升 但并没有出现原油供应中断或短缺 在油价高起不降的情况下 各国都会采取相应的对策 各种替代能源将会在高油价刺激下得到发展 有助于推进节能节油技术的发展 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 此外张国宝还表示 国家已经结合十一五规划的编制 拟定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规划中强调了要调整能源结构 加快发展核电可再生能源和大力发展水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 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 在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 中国石油战略储备的进展情况 张国宝表示 目前国家已经规划了石油储备计划 金汤达 金汤达 定属语